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涨幅并不是太多 但是整体来说也从上个星期的暴跌中走了出来 那么截止昨天下午4点收盘 澳洲股市收盘是收在6508点 涨幅为0.3% 中国一股方面 上海和深圳也分别大约有0.1%至0.15%的轻微上涨 在欧美方面 涨幅相对要比亚洲盘要多得多 英法德最少的涨了0.9% 最多的涨了1.6% 美国三大指数在昨天也是连续出现了上涨 其中道琼斯指数上涨幅度达到了320个点 折合比率约为1.6% 纳斯达克和标普大盘指数也分别有1%左右的上涨 那么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因为股市的上涨而回调大约10美元左右 目前1盎司黄金报价1527美元 而比特币价格也是跌破了1万美元大关 目前1枚比特币报价是9500美元 石油价格随着股市的上涨也从54美元的低位 现在上调至56美元一桶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来首先说一下的就是 澳洲零售业在过去一年中持续的下滑 但是有一些与零售业相关的股票价格却依然在上涨 那我们知道由于受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 澳大利亚本地的零售业市场在过去的12个月表现都不尽如人意 那么在上周澳大利亚两大超市集团其中一个超市集团发布的业绩报告也显示出 这个业绩出现了小幅的下滑 在昨天另一大超市集团World Wars发布其旗下著名的澳洲大型连锁商场 David Jones的业绩报告显示在过去的一年中 由于店铺租金成本的上升以及人力成本的上升 导致其利润下滑高达了42% 那么这也从侧面表明 由于过去两年民用地产价格的下跌 使得目前消费者的信心指数是大受影响 但是在另一方面与零售相关的 我们知道小额支付公司Afterpay 也就是在过去两年中股价连续上涨超过40倍的神奇股 它的股业绩报告在本周显示 却有超过50%以上的客户量和销售额的增长 那么这些信息不是相互矛盾吗 明明这个商家已经销售量下跌了 那为什么支付平台支付公司 它的业绩却还能上涨呢 其背后的原因其实用两个字来归纳呢 就是没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过去我们知道澳洲的工资没怎么涨 但是各种费用包括了水电煤气生活开支等等的都在上升 使得澳洲普通家庭可用的收入是不断减少 换句话说呢 就是大家手里没钱了 那么与之受到影响的就是 首先高消费奢侈品和一些名贵产品的销量大幅消化 那我们知道中国女生特别喜欢购买这个名牌包包 那我们的女同事呢 最近去墨尔本当地的奢侈品店 反馈的信息也是 再也不是之前需要排队或者是挤来挤去的抢包了 店里呢都没什么人 她一个人呢是受到了VIP的待遇 这也从侧面说明呢 由于消费经济的下滑 导致呢现在呢奢侈品受到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呢 当民众如果是手里的钱不够 那么首先奢侈品呢肯定会不买 但是一些生活用品啊 比如说平时的买菜啊 比如说平时的买简单的衣服啊 这些开支受到的影响相对要比奢侈品要少很多 所以说呢我们刚才说到的那家支付公司 他提供的大部分呢是500至1000澳元信用额度啊 那么他大部分你说这点钱买个包肯定是不够的啊 也只能用来买买平时的一些小小玩意儿啊 几十块到100块钱不等 所以这一类产品由于高端用品的受到的冲击 反而使得一些低端的消费得到了上升啊 同时又由于他是免息贷款 因此呢深受澳洲当地的年轻人 以及一些家庭的喜爱 这也说明呢目前呢大家手里没钱的情况之下啊 已经把之前去高档餐馆呢降低为小面馆啊 原来买的是名牌的衣服 现在降低为普通的衣服啊 也说明一个其实呢这个受到经济 尤其是中国经济放缓影响呢 即使澳洲的经济特别是消费也在降低啊 好另一方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有关毕业生工作的事 我们在上星期五啊我们说到呢这个最近我们几周啊 GoMarkets我们在招聘新员工的时候面试的时候呢 发现很多所谓名牌大学毕业的毕业生啊 学历非常好成绩非常好 但是有关一些基本的经济和目前市场信息回答不上来 比如说我们问到你对于澳元未来走势看法如何 比如说问到啊学金融或者银行专业的 你觉得澳洲银行有什么特色它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啊那么如有的学国际贸易的 我们问到了这个中美贸易战对于中国和澳洲的影响是什么 这一类实际的问题大都都回答不上来 啊但是呢在今天我要稍微更正一下呢 就是虽然说他们的知识和社会脱节很大 但是呢不得不承认呢这些毕业生的学习能力 还是不错的啊 在给他们限定时间之内 比如说一天至两天他们依然可以啊快速的学习 来得到一些相对来说呢 啊虽然还不是特别满意 但是还过得去的一些啊股票分析报告 但是呢很多后来这个这个从过去的一周到现在 有很多我们的客户也好我的朋友也好打电话问我 他们说到呢这个以后自己的孩子这个学什么专业好呢 啊比如说是学金融还是IT 还是现在澳洲一直热门的矿业或者房地产呢 啊其实这个问题呢今天我简单说一下呢就是 他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啊 啊但是在我看来呢 这个我在中国生活了18年澳洲生活了18年啊 那么工作了十几年来我觉得咱们选工作啊 呃华人普遍有一个误区 特别是华人的家长啊 我们特别喜欢替孩子做决定啊 可能我们给他们选的这些行业或者专业 比如说金融IT啊矿业或者说是房地产 在我们看来它是不错 但是我们衡量的标准大多是以呢职业比较光鲜 赚的钱比较多为结果导向啊 可能这的确没有错 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些孩子他自己喜欢的是什么 其实我跟他们说啊这个选工作的行业就如同是我们谈恋爱一样啊 你如果是为了钱跟一个人在一起 那你每天早上起来第一眼看到的是不喜欢的人 你说这有多痛苦啊 找工作也是一样 早上八点钟要来公司晚上五点钟走 八个小时九个小时在一个地方做的是自己不喜欢的事啊 为了那些钱在澳洲呢 我们知道你肯定是饿不死的啊 你赚的也不能很难成为亿万富翁啊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 你说这个又从事自己不喜欢的行业 就如同是几十年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啊 住在一个屋檐下一样 那迟早要得抑郁症啊 所以呢 我跟这个很多这个我们的朋友也好 客户说起也好就是 还是要以孩子喜欢为第一前提啊 只有他们喜欢了 他们才会愿意为之去付出 为之去努力 要是不喜欢的话 单纯是为了这个赚钱 从事某一行业 那真的是很憋屈的事啊 所以说呢 在澳洲其实呢 就业它并没有所谓特别好或者特别坏的行业 就像我们说的 你说要某一个人在某一个领域特别成功 最终还是要他喜欢愿意去专严啊 所以呢 我也是希望咱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 如果自己的子女和孩子在大学里面呢 学习他们自己喜欢的专业 我们还是要给予支持的 也许他的专业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的盈利 那么的赚钱 但是呢 毕竟我们知道未来人生几十年 大家还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这样呢 才能容易做得好 才能容易做得精 以上就是我们给一些毕业生的小小建议 最后呢 大家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链接 报名参加我们在悉尼9月7日的活动 我们会在悉尼北区的华人区 举办一次有关股票与投资的讲座 同样也是会说到现在贸易战之后 以及现在消费经济下滑 我们可以选择的产品和种类 欢迎大家到时报名参加 好了 感谢您收看本期GoMarkets每日财经换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